現在時間是10點14分 我們一起來關心 俄烏戰爭已經建滿兩週年了 而雙方的彈藥比是6比1 相當的懸殊 烏軍此刻聲明到 彈藥火炮嚴重短缺 而在歐洲的新危機 則是冰原短缺問題 因此是否他們的政府 打算要向移民來招兵呢 請問戴宣 沒錯 現在烏二現在兩週年 不管是對烏克蘭來說 還是對歐洲國家來說 都比前一年更加五味雜陳 我們先從烏克蘭來講起 烏克蘭現在面臨 非常嚴重的缺彈危機 因為美國的600億的軍援 還是沒有到位 現在烏克蘭最缺的 當然就是火炮的彈藥 烏克蘭因為地形非常的開闊 就是需要靠這些火炮 才能夠阻止敵軍長驅而入 烏克蘭手上最缺的 就是155毫米的 這種北約制式化的彈藥 因為烏克蘭以前 都是用一些前蘇聯制的武器 他們是不是用這樣的 規格的口徑的彈藥 而且現在烏克蘭 收到這些新式西方裝備 通通都是用155毫米的彈藥 手上又沒有彈藥 又不能自行生產 就只能夠靠西方國家 繼續後續給予這些彈藥 除了炮彈之外 還有就是飛彈了 像是海馬斯用的 這種短程的彈藥 還有像是中程的彈藥 例如像是英國提供的 風暴之影巡弋飛彈 這些都是有一定的數量 打完之後就沒有了 如果盟國不繼續給的話 就是沒有了 另外烏克蘭其實 他們還提到說 他們跟俄羅斯的彈藥比是1比6 比例是非常懸殊 烏克蘭還說 缺彈已經嚴重影響到 他們的進攻進度 甚至他們被迫要轉為首勢 出於挨打的局面 還要修改作戰計畫 才能夠維繫下去 其實不只是烏克蘭 現在連歐洲也面臨了一個危機 就是所謂的缺兵危機 因為歐洲現在面臨 俄羅斯的入侵 開始莫馬力兵 屯兵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其實徵兵 或者兵員準備上是非常不足的 因為他們過去是和平 和平實際實在太久了 現在他們其實還面臨另外的問題 就是有大量的疑兵 引入歐洲國家 在內部形成非常大的壓力 就有人把這兩件事牽扯在一起 想到一個看似一石二鳥的解決方式 說要不要讓這些移民提起槍桿子 來保衛歐洲國家 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其實像是德國 他們就提到說 有意要開放 讓外籍人士加入德意志國防局 這其實有一個非常歷史悠久 而且赫赫有名的潛力存在 就是法國的外籍兵團 如果你參加法國外籍兵團 滿五年的話 就能夠取得法國國籍 但是條件非常嚴苛 平均錄取年齡是23歲 除了你要伸強體狀之外 你還要基本上要有一定的語言程度 而且你不可以有任何的犯罪記錄 還要經過非常嚴格的背景審查 這個非常關鍵 因為如果說裡面混入了一些 所謂的恐怖分子 或是外國的間隙來搞破壞的話 這其實是對軍力來講 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也因此這些非法 或是來自其他國家移民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通過 這樣這麼嚴苛的篩選 還有他們真的效忠於這些國家 這些歐洲國家也是一個大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觀感上的問題 如果說叫這些移民 去前線黨炮會的話 那是不是跟俄羅斯 去徵召這些少數民族上前線 這樣的意義上是不是很類似 恐怕引發國際間的質疑跟踏法 另外還有合法性的問題 先前這個英國就希望安置移民 到非洲國家盧安達去 但是卻被英國自己的最高法院 裁定不合法而打臉 也因此現在不管是觀感 還是合法性上 這個讓移民去保家衛國 恐怕是想像很豐滿 現實很虎感 主播 好 那我們再看到是這尾巴衝突 現在以色列的戰後計畫 是希望控制約旦以西全境 使加薩走廊完全的非軍事化等等 但是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打臉 誠不符合國際法 而至於現在在這個G20外長峰會 是廣泛的支持兩國方案 來解決中東衝突 詳情再請問戴宣 沒錯 現在關注的就是 這個以色列跟加薩 在加薩軍事行動 現在以色列其實已經幾乎 快要控制整個加薩全境 在以色列政壇就開始在討論說 戰後到底加薩該何去何從 要怎麼管理 怎麼處置 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日前就對戰時內閣 提出了一份所謂的戰後計畫 這戰後計畫就提到 要對整個加薩進行非軍事化 怎麼做呢 就是以色列軍隊會繼續留在加薩 繼續跟這些恐怖分子 他們所謂的恐怖分子作戰 他們說如果哈馬斯 跟伊斯蘭聖戰團體之間民兵 如果沒有消滅的話 他們不會撤軍 甚至若是消滅之後 若是這個戰後 戰事結束之後 以色列還主張要保有 繼續在加薩軍事行動的 無限度權力 還要劃分所謂的這個 緩衝區非軍事區 甚至還要封鎖南加薩邊境 來杜絕恐怖分子 甚至這個走私武器進入 這樣的說法 雖然沒有用佔領兩個字 但看起來就是實質上的佔領 這樣其實跟 這個以色列最大的盟友 美國的想法是 完全背道而馳的 美國是希望透過兩國方案 讓巴勒斯坦人 讓加薩人來治理加薩人 但是美國國務卿布林 可能他還跟以色列強調說 如果以色列要佔領或是擴大 縮減加薩領土 甚至擴大以色列領土的話 這樣是美國都不會同意的 外媒就解讀說 這樣其實是美國越來越 對以色列態度越來越強硬了 這些措辭越來越 警告意外越來越濃厚了 不只是美國 甚至G20外長先前在巴西 舉行外長會議的時候 這些外長一致都支持 所謂用兩國方案 也就是巴勒斯坦人 還有以色列人兩國並立的方式 來永遠長期的解決中東衝突 但是問題是以色列就是不支持兩國方案 若是納坦雅胡一意孤行 要強推所謂的戰後計畫的話 接下來恐怕會落得國際孤立 國際孤兒這樣的局面 主播 好的 以上的國際分析 我們感謝戴宣 稍後回來 好 廣告之後帶您看到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再度挑戰 依據北高 在今天凌晨抵達